OK,我直接说答案了 如果你已经在学程式 不论什么语言,继续学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学程式 现在right now 开始学Python 大家好,我是Tyler 上个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有个Devon的AI出现 号称是AI第一位工程师 那时候就有一堆人说 Randy工程师要失业啦 结果我去看一下才发现说 这底下分享这些资讯的人 他们本身都不是理工背景的 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 没有去查证 这个Devon是不是 真的有这样子的能力 你想到我上个礼拜 就看到一部外国的前辈 他就提报说 有个号称在upwork上面 可以用Devon开发软体 去接case的一个创局就对了 然后说那根本是不对的 是假的 因为他这个Devon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居然会犯那种错误 就是在不是字串的里面 放上反节线 如果你学过程式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认为 现在Devon根本没有到 一个工程师的等级 连大学刚毕业都没有 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分享 为什么即使是现在 你都应该要学程式 第一个重点 程式语言不会消失 OK我说的是程式语言的概念 而不是电脑的某种特定程式语言 因为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程式和预言这两个概念 程式呢 英文是program 它的意思是 具有系统性的事件安排 或流程处理 基本上只要有商业活动 就一定会有所谓的program 这个program讲的就是 一个互动流程的安排 而语言呢 则是一种指令 它用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当然现在还有人与机器的沟通 所以语言是一种最简单便利的互动方式 我们为什么使用程式语言 也就是因为程式语言 可以让我们人类快速精准的告诉电脑 它要完成什么样子的设计 以及步骤流程等等 所以程式语言这个概念不会消失 它只是变得越来越自然而已 而且你想想看 即使AI磅礴发展 请问 由谁来设计跟制作这些AI呢 没错AI工程师 那么请问AI工程师 又用什么工具来开发这些AI呢 没错就是程式语言 就连AI本身都是一个程式 所以如果我现在要告诉电脑说 请你帮我打造出这样的一个AI 我不就是用程式语言告诉他吗 但我相信聪明的你一定会说 未来是叫AI写啊 没错 你讲到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了 叫AI写 你不用写 但是你要叫AI写 请问你知道如何叫他写吗 的确 未来不用写程式 但是你要 跟他沟通 叫AI写啊 即使到最后 我相信 未来只需要沟通 就像人跟人沟通这样 他当你的助手 告诉他任务 就能够完成开发 但是你知道如何跟AI沟通吗 这边用个比喻 你可以马上就明白 如果你是设计客的更有感觉 就是如果你的上司 是一个不懂技术的老板 一定会做得非常辛苦 并且会一直常常修改 因为这个老板他不懂 实作的细节 他不知道说哪一些 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 或者说做这些事情 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成本下去 你可以不用知道 实作这些的细节 这些语言法 就像我 可能我不知道美术怎么去画出来 但是至少你有个概念 并且你要不断的沟通嘛 巧腹难为无名之吹 巧虎则不用吃命 老实说 我现在几乎不需要去查什么语法 我就问AI就好了 只要知道我自己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可以很快的去生出一个解决方案 加上我自己就是软体工程师 所以我是用身体在体会那种加速的感觉 还是那句老话 AI只是工具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的领域在哪里才能做出你的贡献 最后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学习程式真的是最简单的时刻 以前我们要去翻书 然后再几年前我们可以上网Google爬文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问AI 而且还是一对一的私人家教 你就可以学好一种程式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吗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自学程式设计 大家这个很难 我先说这个很难 最好还是有老师 我这样子有讲过 不过真的变得非常简单了 而且你不用太担心说 那这样不就大家一汪风去学 大部分的人到现在都还是没有什么方向 而且我说你今天进来就赚到了 因为下一次我就会很具体的告诉你 你该做哪些事情来发展你的AI之路 最后预告一下 只要我们泰勒熊泰勒能订阅破1000 我就会放上完整Python入门程式教学 在YouTube上哦 还不赶快按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